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好 如果像这样拿着持续一个小时 那又会怎样 教授再次发问 胳膊会有点丝弯 一位听众回答 说得对 如果我这样拿着一整天呢 那胳膊肯定会变得麻木 说不定肌肉会静卵 到时免不了要到医院跑一趟 另外一位听众大胆地说 很好 在我拿杯子期间 不论时间长短 杯子的重量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 那么 拿杯子的胳膊为什么会酸痛呢 肌肉为什么会静卵呢 教授顿了顿又问道 我不想让胳膊发酸 肌肉静卵 那该怎么做 很简单呀 你应该把杯子放下 一名听众回答 正是 教授继续说 其实 生活中的痛苦有时就像我手中的杯子 我们痛苦几分钟 没有关系 但如果长时间地想着它不放 它就可能轻蚀你的心力 日积月累 你的精神可能冰于崩溃 那时 你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们整天闷闷不乐 摆着一张被生活欺负过的脸 可是仔细想想 令他们纠结痛苦不愉快的 并非多么不可挽回的大事 反而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有一句话说得挺好 人生除了生与死 再无其他大事 但大多数人懂这个道理 但依旧做不到 而我们之所以容易困在一人一世一举中 其实还是因为 我们缺少一点智慧 其实作为成年人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许多不如意 大到找不到自己的健康 孩子的工作家庭 父母的身体等等 小到因为一书一饭 柴米油盐 最终击垮一个人的 也许不是无法承担的坏结果 而是你始终放不下 自己的糟糕情绪 而乐观的人并不是未经逝世 而是即便身处泥沼地 万般不顺意 也能摆正心态 能扛的就扛 能忍的则忍 改变不了的就放弃 有余地的就努力 当然这样的处事态度 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学会 它需要你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阅人无数 不断地在挫败中修行 修心 最后修炼出一个更加平和 开阔 完整的自己 福尔泰说过 使人疲惫的 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鞋子里的伊丽莎 通常一个因为掉了几块钱 就捞得纠结半天 错过一战 就要影响一上午的心情 甚至舌头碰到牙齿 也会说自己倒霉的人 他们在乎的 不是那几块钱 也不是浪费的几分钟 而是他们太过情绪化 所以才会跟自己较劲 其实人那一生 会遇到许多不成心的事 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 让我们学会更好的沉淀 丰富和完善自己 过去的事已成定局 未来的事我们无法预测 唯有活在当下 你会发现 没有什么人是淡忘不了的 也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错了就错了 过了就过了 把握现在即是永恒 学会放下 即是不念过去 也是不畏将来 学会放下 即是原谅别人 也是和自己和解 学会放下 即是承担和接受 也是重新开始 再次起步 有时我们不去计较 并不是因为不在乎 而是我们知道 前方路还很长 在沼泽地停留太久 会越陷越深 还不如及时抽身 毕竟人活着 是因为想要见到 更值得珍惜的人 做到更值得追求的事 领略更美的风景 而不是想要困在荆棘地 跟自己纠缠一辈子 毕竟人活着 何须苛求太多 生安心安 知足放下 便是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